我是第210題 這個題目呢 大概題目說明一下 他是貿易公司的業務經理 交辦新來的業務人員 要計算什麼呢 2013年以後 美金報價的交易資料 他說從離職人員的Excel發現 有許多不必要的資料 也有一些是錯誤的 有一些是多餘的 所以新來的業務人員 要用快速的方式刪除多餘的資料 再以匯率計算 也許他可能 不是用美元 要把它改成美元計價 那接下來的話 題目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 就是這個Product的資料表 它的Rigio的這個欄位 就是B2到B243 他說要把這個名稱改成這個 USA 美元改成AUS 應該是澳洲 澳幣 美金要改成澳幣 然後PullerID裡面 要把儲存歌裡面的空白資源 通通刪掉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刪除含有Total的所有列 我們應該把這個題目打開 大概就知道 第一個的話 把這個題目打開 第二個的話 其實他要針對B 就這個 他說B2到底下 所以這個地方 第一個 B2到243 243應該在底下 Ctrl Shift向下 不過他這個中間有斷開 所以你如果Ctrl向下 應該沒辦法直接到底 所以如果你要選取 它非連續的範圍的話 那你可能要按SHIP鍵 它底下應該就是在最 你要把它捲動 比較慢一點 到243這個 按SHIP鍵 這個範圍要做什麼 把它取代一下 他說要把USA 改成AUS 所以你就在把它選起來之後 按取代的話 常用裡面這邊有個尋找取代 然後有看到有個叫取代的功能 不過我建議取代應該還蠻常用到的 所以我會把那個快速鍵記一下 叫Ctrl加H 所以我喜歡CtrlH 或者點它一下CtrlH 點它一下也可以 然後接下來的話 把USA 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AUS 應該是沒錯 然後你就把它選擇什麼 他說要把這些範圍取代 所以這邊的話 我會把它全部取代 OK 看看選項 選項裡面的話 還有尋難 因為我是針對尋找的範圍 所以按全部取代 你會發現 總共有57個幫我取代掉了 OK 好 那第一個完成 第二個的話 要把空白全部移除掉 他說什麼 A A欄的部分 所以一樣 把A 這個 然後一直選 我建議用捲軸 這樣比較快 iShip鍵 找到243 在這裡 iShip鍵 然後把空白一樣取代 那怎麼取代 空白這邊打一個空白 然後呢 取代成沒有 沒有的話就保持沒有 OK 按全部取代 總共有1350個 我按確定 範圍 不對 活業部 尋列 範圍 取代 OK 然後 再來的話 就是把Total 有Total 有Total 列刪掉了 Total 列的話就是這邊有Total 那不可能說你要把它選起來 然後一個一個按右鍵刪除 所以呢 如果你要快速的把這些通風 把它選起來之後再刪除 要怎麼做 所以這邊有一個方法 所以如果假設說你要針對什麼 有Total 它這邊有一個題目要求 是 含有Total的自竄 所有列把它刪掉 所以意思就是這個要刪 這個要刪 當然如果你要連續按Ctrl鍵 不過你會發現 假設按Ctrl鍵慢慢一直選的話 底下這麼多這麼多 選到什麼時候才可以選完呢 所以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式呢 其實有什麼方法 一樣尋找與取代 我們用尋找 尋找什麼呢 你就把這邊改成尋找Total OK 然後按全部尋找 那找完之後呢 它會把所有這裡面有Total的字 幫你找到的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C3 C5 C9 意思類推 所以都是C 然後呢 如果你要快速的把它全部刪掉 有個訣竅 第一個請你選擇 預設是第一個 按SHIP鍵再選最後一個 按SHIP鍵 再點最後一個 C244這一個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被選到 選完之後呢 記得 以前你可能想說 那我老師我按Delete 可不可以 或者按黃手右鍵刪除可不可以 右鍵刪 好像也只能刪到儲存格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假設你按右鍵刪 我記得好像是刪掉裡面的資料 可是那一列還在 那如果假設你希望不是刪裡面的資料 而是整列刪的話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訣竅 就是請你找到這邊有一個 常用裡面有一個刪除 刪除裡面的話呢 可以讓你選擇 不是刪除儲存格 而是刪除整列 整列是哪一個 應該拆給拆除了吧 刪除工作表列 這個 按一下 那你會發現 你說老師那資料不見了 不是不見了 因為你刪掉之後 資料會一直往上 往上 它會自己跑到上面那一列 所以資料其實都在上面 你把它往上捲動的話 有沒有發現 它就全部 C欄裡面 就通通沒有TOTAL資料 全部被刪掉 OK 那就完成了 這個TOTAL刪除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畫給各位 那接下來的話 要設定範圍 什麼範圍 就是 它希望把A到G欄 頂端列設定為範圍 意思是什麼 就是上面的名稱 名稱就代表下面的範圍 那因為總共有幾個欄位 A到G 七個欄位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分別去定義名稱 我記得好像之前有交過 如果你這個名稱 你可以Ctrl-C 然後把它下面Ctrl-C 向下 然後這邊給它一個名稱 變成你要做七次 可是如果你不想做七次的話 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範圍整個選檢 A1 點一下 Ctrl-C 向右向下 然後呢 有七個範圍 你每個都要定義名稱 它的名稱在上面 它的下面就是它的範圍 那你可以用什麼 在公式裡面有一個叫做 從選舉範圍建立 叫做頂端列就可以了 這個最左欄不要打鍋 就是 那如果用這個功能的話 它就會分別幫你建立七個名稱 它這個一個名稱就代表下面的範圍 一個名稱就代表下面的範圍 這個給它找一下 公式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個可能需要找一下 那最後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你看一下名稱管理員 有沒有看到應該會有多七個 好像本來就已經有一個range 這個好像是它原來就弄好了 這個是 表格是原來 其他七個就是我們要自己加上去的 分別第一個應該是什麼 Polar ID 這個Polar ID 它指的就是下面的範圍 下面這個應該是ratio 這個應該是下面這個 意思類推 反正就是剛剛的這些範圍 就完成題目要的 題目要的就是 公式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 接下來因為已經有名稱 所以它這邊就有個sales amount欄位 就是G欄 它要建立公式 它的公式的話就是 這個欄位 與這個相成的意思 所以這個欄位 就是unite price 就是每一個單價 unite price 大概是這個 然後再乘以這個 所以這個乘這個 所以油標上這邊 等於 以前的做法是選這個 再乘這個 可是它現在這個不是要這樣做 這樣的做法 實際上就是儲存格 因為我們剛剛有第一名稱 所以它不是要你這樣做 那它要怎麼做 這個的話就是按F3 這邊會跳這個 就是這個欄位 所以以後就只整欄 unite price 然後再乘上 再按F3 這個 是不是這個欄位 對 QTY 沒錯 那就是找到這個sales QTY這個 OK 等於是說 你不能用儲存格 你要用名稱 這個比較特別 那你說老師有什麼差別 跟各位講沒差別 反正你上下填滿 結果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它會自己幫你上下填滿 因為等於以前要做每個個別的儲存格 但它現在把它當成是一整個範圍 OK 不然它會出現什麼溢出 這個新版才會有 不過先不管 我們把它按了解 OK 好 那這個就完成了 接下來的話 再來就是這個 Local Amount 這個欄位 它要用VIRT函數去查詢 那查什麼呢 查這個地方 這個Local Amount 它意思是說 Local應該是當地的 Amount就是你的家總 因為這個是用的匹別 是用這個匹別 澳幣 那如果我們當地的匹別的話 如果換算下來 應該是乘以0.98這個數字 所以我們必須要給它轉換成當地的貨幣 這個叫當地的家總 不是這個金額 而是你要把它改 改的話怎麼去建立那個公式 我們來看一下 實用VIRT函數 那搜尋 記得用名稱一樣 特別是有 它有特別講到 就是一定要用範圍名稱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不是用範圍 用那個儲存格 那一定是沒有分數的 那依據什麼呢 依據Reach 去尋找 把它換算成當地貨幣就對了 OK 所以 再乘以Sales Amount 所以先 可能要兩個階段 第一個 先把它的匯率轉換出來 所以 這個的匯率是乘以多少 把它先插入函數 然後用什麼呢 尋找與參照 裡面的這個叫VIRT函數 把它往下拉到底 倒數第三個 那查什麼呢 它插個貨幣 去哪邊查呢 去這個表 這個表 我剛剛有跟各位講 F3 那個應該叫做Range 就是匯率表格 然後按確定 如果你假設不知道匯率表格 長什麼樣子 你可以點第三個再點回來 有沒有發現 它會跳到這邊 實際上這個表格 就是長這樣 有沒有發現 意思就是說 拿這個 去它的第一欄裡面查查看 查完之後 把它的第二欄的資料查回來 所以 第三個問題 請問一下 你要把第幾欄的資料查回來 因為這邊只有兩欄 這是1 這是2 所以我要的是2的資料 所以這邊填入2 那要不要找接近的 如果找不到 要不要找接近 不要 所以輸入0 這好像前面我們都講過 類似的Range 而5V卵 這很重要 然後輸入2 輸入0 那你可以看到 跟當地的匯率就是這樣的關係 0.98這個 要看確定 再來的話 就把它相乘 乘以後面這個 所以後面再加上乘號 乘以這個欄位 那不是叫你點一下 因為之前有點的 可是它有說 要用範圍名稱 所以記得按F3 找到Sales Amount 這樣就OK 按確定 一樣 打勾就可以了 它會全部幫你查完 所以呢 這個是 等於是以對方的貨幣計算 這個是當地 等於是如果是台幣的話 換算 不過這應該不準確 這個好像換算 反正它題目是這樣 那我們就按照題目要求 把它做出來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什麼 把它改成樣式 這個樣式應該 剛剛跟剛剛一樣 把範圍A到G選起來 然後呢 改成深色第九格 所以一樣 有不要放這邊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應該到1 5 1 沒錯 然後常用裡面呢 設定格式化 有沒有 然後呢 深色的話第九格 一排應該是七格吧 所以應該是地九格 就是這一個 OK 再把它點一下 然後一樣按確定 好 名稱要不要改 好像這名稱 好像有沒有要改 好像 在F我看一下 這個它上面還有 所以最後一題 這個把 這邊也講名稱 所以如果名稱沒講的話 那基本上 大概就設定到這邊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坐到這裡